佛门的禅茶修为能够帮助我们安住六根 为推动人间佛教的文化艺术 透过品茶使心平和 让六根感受禅在生活的每一处 借由培训课程 让更多小朋友接触佛门茶禅 透过学习泡茶的过程 培养孩子的专注力与感受力 学习以恭敬的心 付出与接受 也能将这种心态 扩充到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上 我们今天带了这些小朋友 他们都是在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学习泡茶 平时都法师们轮流教他们泡茶 最主要让他们在这边泡茶 能够学习端正身心 学习奉茶 学习礼仪 礼节 来侍奉 那这些小朋友呢 泡茶之后 大家也觉得 功课进步了 大家也觉得 上课更专心 那在家里 也懂得学习 帮爸爸妈妈做家事 那父母们都觉得很欢喜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办 继续办 让他们的小孩子 能够不断地进步 尤其在端正身心上面 在专注做功课上面都有很多的帮助 还有更礼貌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呢 也都学了两三年的时间 他们都非常多的心得 那我们在每年的书展的期间 我们都举办了这一个千人茶会 让他们学习为长辈 为老师们 为贵宾们来奉茶 参与的小茶师 熟练的良好茶叶 智乎冲泡 接着茶嘴 倒入一个一个的杯子 奉茶给同桌茶友 每个小茶师都为了这次的活动 练习了很久 小茶师不仅学会了茶的知识 更能够融入佛门 十方新闻 郭乙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